大家平安 感謝神能夠透過 結語靈聲的靈修分享 一齊來聽上帝的話語 五月第二個禮拜的主日 就是母親節 我仍然想藉著這個時刻 送上愛的祝福 今天的內容是講及一個媽媽 如何在她有限的人生 對她孩子的愛 題目是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記得很多年前 我在香港認識一位年輕的媽媽 她來到我牧養的教會 她和我分享她自己在生產的過程 才發現到她的肝臟 有一個十三厘米 好像柳子那麼大的腫瘤 而她這個女兒 就在不觸悟的情況下誕生 當她知道她幻想不治之症 她心裡很難過 但我們感謝神 有醫院的遠目 家人去跟她傳福音 她最後接受 耶穌基督是她生命的主 生命就不一樣了 當她的孩子慢慢長大的時候 大約一歲多 母親就開始為孩子 預備十四份的生日禮物 原來她的女兒是十四號出生 她期盼將來她離開世界的時候 她的孩子能夠在十歲開始 每年的生日就可以拆一份的生日禮物 和一封信 當中包括有 爬筋、爬帽、圍巾、十字架 我們看到媽媽為她的孩子 預備一切 將最好的給她 這份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禮物 當中有一份禮物很有意思 就是一本的聖經 姊妹的行動 的確激勵很多的弟兄姊妹 因而我就想起 我們的天父、爸爸的愛 在楊福音三章十六節 神愛世人 甚至將她的獨生子 耶穌基督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天父的愛 愛我們每一個 祂因為我們是祂的兒女 祂將祂的獨生子 耶穌基督 來到這個世界裡 圍繞在十字架上 拯救我們地上有罪的人 主耶穌快要離開世界之前 祂就跟門徒說 祂去原始是為我們預備地方 將來一個更美的家鄉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裡面說到 我們能信靠主耶穌 走上高山深谷 祂會陪我們同行 我知道這就是最美的祝福 願今天的祝福分享 使我們今天在地上 無論你是做媽媽 或者是做兒女 或者是未認識主 只要我們打開我們的心懷 必得著耶穌的大愛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無數的黑夜裡 我用星星畫出你 你的恩典如珍惜 讓我珍惜地見到你 祂的歌詞 講我的歌詞 我用英福珍貝地 我用英福珍貝地 你的美好是我全身送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在刚才之后 祂会满我空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祂会满我空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祂会满我空心 祂会满我空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